打从北京取得冬奥主办权 欧美民间抗议冬奥的声浪 一日胜于一日 尤其习近平任内 中国人权状况急速恶化 已经不能为文明世界所忍受 以无野联盟的五个英语西国家 美英 纽澳 加拿大为首 去年就发动外交抵制 政府官方不派人去北京 运动员自由决定是否参赛 除此外 欧洲的立陶宛 丹麦也明确表态 是为了人权问题抵制冬奥 只是亚洲有一个大国 一直到最后一刻才宣布 不会派官方代表参加开幕 闭幕仪式 因为2020年6月 印度与中国边境的加万古 两军发生流血斗殴 当时担任解放军团长的齐发宝 深受重伤获得表扬 未料这名齐发宝 竟被中国委派担任圣火传递手 触怒印度敏感神经 印度收容了不少流亡藏人 在冬奥前夕 藏人演出行动剧 声讨中国 用习近平颁发奖牌的桥段 提醒各国运动员 在夺牌荣耀底下 是无数西藏百姓的斑斑血泪 从西藏新疆到香港 北京欠下无数的人权债 甚至有人批判这届冬奥 是1936年柏林奥运以来最可耻的一届 抗议人士表示 发起活动不只要阻止奥运的进行 还要在奥运比赛同时 让整个世界听到反对中国的声音 千万不能让北京 借由奥运自我洗白 华时新闻无限昌编译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氏 不错评论